在离婚率高的现代社会 要做到白头偕老并不容易 然而俄罗斯有一对老夫妻 最近庆祝结婚70周年 他们分享了维持婚姻长久的秘诀 是耐心和愿意原谅对方 手捧祝贺的鲜花 感情甚毒的老夫妻 互相亲吻着对方 在俄罗斯有位95岁的阿公 在最近和88岁的妻子 庆祝结婚70周年 也是白金婚的纪念 两人是在二战后相识结婚 先生是二战退伍军人 太太则是矿工 曾经都受过伤 竟然成了彼此的共通点 自朝为跛脚夫妻的两人 当初在一起时并没有太多的浪漫 但在今年累月的相处中 他们也找到了能长久相伴的秘诀 至于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的摩擦和不愉快时 太太则认为不要太钻牛角尖 并能有适当的发泄情绪方法 如今这对老夫妻不仅儿孙满堂 而且还是五代同堂 目前他们共有七名孙子 七名曾孙和一名玄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